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自然是欢喜的 但若是对方惹人烦呢 你可能会说 既然他惹人烦 直接翻脸不就行了 没必要还让着对方 但这样做真的妥当吗 实际上 这样做只会彰显你的格局小 暴露你的修养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自然是不动声色的 看任何人都顺眼的 因为他觉得没必要 与其翻脸还不如不动声色地离开 除了可能遇到让人烦的人 你也会揪着别人的缺点不放 殊不知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时间长了 只会让自己更痛苦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灵魂深处的修养 是看谁都顺眼 人们常说 生活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当你无法欣赏到外界的美好时 你的生活就是一场灾难 欣赏是一种能力 更是一种境界 懂得欣赏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欣赏 懂得欣赏别人 才是真正的优秀自己 看不惯的人 是自己智慧不够 有这样一则预言故事 院子里有两棵树 一棵是柳树 另一棵是枣树 柳树恶挪多姿很漂亮 枣树树树干无形 很丑陋 柳树就嘲笑枣树 你的样子真丑 看我多漂亮 转眼秋天来了 枣树结出了又大又红的枣子 而柳树却走向了枯萎 柳树就问他 你怎么不像我结不出果 以前我总是看不惯你 枣树听后对他说 虽然你结不出果 但是你发芽快 绿得早 你有你的长处呀 柳树听后羞愧极了 很多时候 我们和柳树一样 总看着自己的长处 却一味盯着别人的短处 庄子曾说 物故有所然 物故有所可 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世间万物 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为人处事中 要懂得尊重不同 接纳不同 有个著名的托利德定理 一个人的智慧是否属于上乘 就看他脑子里 能否同时容纳相反的思想 越是智者 接纳力越强 世界就像一个万花筒 心中有什么 你就会看到什么 局限于自己的世界 就会看不见外面的精彩 不懂得欣赏他人 就只能活在偏见 与狭隘之中 只有懂得欣赏别人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与敬佩 欣赏别人 是一种境界 人与人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与其揪着对方的缺点不放 还不如学会懂得欣赏 当你懂得欣赏别人 那么自然 也会得到别人的欣赏 毛母曾说过 一个人能观察落叶 修花 从细微处欣赏一切 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 懂得欣赏的人 眼中有风景 心中有天地 无论在何时何地 总能看到美好的一面 当你懂得了欣赏 对事对人 就不会有太高的期望 因为没有了太高的期望 那么自然也不会有 太大的失望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对白人母子打出租 坐上一辆黑人司机的车 小孩问妈妈 为什么司机的皮肤是黑色 妈妈想了想说 那是上帝想让世界变得缤纷多彩 下车时 黑人司机坚决不收钱 小时候 我问过同样的问题 可妈妈告诉我 因为我们是黑人 天生敌人意等 我想 如果当时我妈妈的回答也是如此 我或许会过得更好 一句赞美的话 可以影响别人的一生 世界本来丰富多彩 人也各有千秋 用欣赏的眼光看世界 是一种智慧和善意 用欣赏的心态生活 更是一种境界 抛开偏执和狭隘 学会欣赏不同的人 发现不同的美 用温柔和善意拥抱世界 我们才会拥有整个世界 正如卡奈基所说 欣赏别人是一种气度 一种智慧 一种境界 懂得欣赏的人 拥有包容的胸怀 和非凡的睿智 他们能从沙利中找到珍珠 能从绿叶中寻到鲜花 能看到他人的长处 更能看到生活中的诗意 欣赏别人是一种美德 看过这样一个实验 有人让一群互相认识的实验者 分别写出自己欣赏的人 与讨厌的人 他们统计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 你讨厌的人 往往也是讨厌你的人 你欣赏的人 往往也是欣赏你的人 生活中就是这样 以敌意的目光看人 收获得必定也是敌意和轻视 以赞赏的眼光看人 收获得同样是善意与赞赏 懂得欣赏别人的人 一定会被别人欣赏 作家拉小姐认识一个创业者张姐 她的创业成功之道就在于此 几年前张姐刚起步做工厂 有一位供应商不太瞧得起她的生意 因为她工厂不大 所以总是在排单的时候 把她们的订单放后处理 好几次都延误祸期 而且每次搪塞的理由都一样 老客户的大订单太多了 你们订单比较小 所以只能排后生产 对于这种不公平的情况 很多客户都会发脾气 但是张姐没有 她反而觉得对方老客户多 生意好 材料品质一定很好 品质好 那么工厂管理一定也不差 她想着自己刚开工厂 一定要多跟优秀的企业学习 之后她经常亲自登门 找对方交流 了解对方的优势 边听边夸赞 但从不提订单延误的事情 被夸开心的供应商 跟她交流了很多生产 和管理上的经验 她不但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供应商还主动帮她 改良了供应方案 这让张姐工厂的生产效率 也提高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 她们十分认可张姐 愿意提供更多的合作帮助 后来 她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欣赏别人 是一种气度 更是一种美德 就像列弗托尔斯泰说的 在最好的 最有爱的 最单纯的关系中 称赞也是不可少的 正如同 要使车轮子转得滑溜 高游是不可少的 生活中 你若是爱挑别人的次 就不要期待 别人对你心平气和 你若是德里不饶人 就不要奢望别人对你和颜悦色 你若不会欣赏别人 就不要指望别人认同你 欣赏是一种互补 是一种促进 也是一种和谐 欣赏多一点 人与人的距离才会近一点 欣赏别人才会被别人欣赏 胡与云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你若付出美好 世界自会回馈你美好 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别人 也会迎来别人欣赏的眼光 克林顿·希拉里讲过一件事 他和爸爸逛公园时 看见一位老太太 裹着厚棉衣 还围着毛皮围巾 就像在过寒冬 他告诉爸爸 那位太太看着奇怪又可笑 爸爸听完后 严肃地说道 希拉里 你缺少一种欣赏别人的本领 这说明 你和人交往不够热心 也缺少友善 希拉里很不服气 爸爸说 她可能是大病出狱 你仔细看 她赏花的表情 是不是安详愉快 她的神情令人感动 你不觉得吗 希拉里重新观察了老太太 果然老太太的神情 安详静谧 希拉里走到老太太跟前说 夫人 您欣赏鲜花的神情 令人感动 您使春天更美好了 老太太激动地连说谢谢 从包里取出饼干 递给希拉里 并夸赞道 这孩子真漂亮 在爸爸的影响下 懂得欣赏别人的希拉里 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学会欣赏 是最好的与人交往之道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 以一双孩子的眼睛 对世界保持欣赏 是人们最好的修养 当你学会欣赏别人 你才能得到别人的赞扬 人与人交往 往往始于欣赏 忠于人品 做人常怀欣赏之心 朋友自然遍布天下 孟子曾说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你怎样对待别人 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 从今往后 善于发现生活的美好 懂得欣赏别人 你的人生 才能越走越远 越走越顺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